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风俗习惯的改变并非是一天两天的事情 譬如爱心觉罗 王太极先是娶了自己姑姑伯尔纪锦士 生了三个女儿 接着又娶了伯尔纪锦士年仅13岁的侄女 后被封为庄妃 生了顺之地弗林和三个女儿 后来还娶了伯尔纪锦士 另一个26岁的侄女 也就是庄妃的亲姐姐 生过一个两岁及腰的儿子 在皇太极死后就发生了孝庄太后下架摄政王多尔滚稻扫的世界 而当时满洲贵族视之为满洲习俗 理所当然 并不以为耻 一个人想要长得好看 基因很重要 一般而言 普通相貌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血缘关系越软 则这两人生下的孩子可能越漂亮 而清朝公主格格们 许多是皇帝和亲族的女子所生的孩子 有些甚至是乱备份婚姻的产物 这家族树画起来是相当的困难 画出的家族树也是扭曲畸形的 这血缘关系是非常近的 这公主能好看到哪里去 清朝皇帝 皇后 飞乐长期近亲结婚 本身颜值质量就不够 基因也好不到哪里去 就好比明明是两个鸡的基因 却要生出凤凰来 这不是抢人所难吗 忧生忧郁很重要 近亲结婚要不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